这是一张金灿荣儿子举行婚礼的照片 地铁就在武汉 图上有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的父母 就这么一张照片 被反华势力给利用了 并且借此来攻击咱们的政委金灿荣 除了黑金教授 什么反美式工作 赴美式生活 就这说法十年前就有了 这帮反华狗币们 你们太不敬业了 就攻击金灿荣 说网上说一套 网下又做一套 他们还挖出了金教授 以前接受采访时 反对中学生小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讲话 他们把金灿荣不赞成中学时期出国留学 断章取义为不赞同出国留学 并借此又攻击金教授 什么不建议别人孩子留学美国 自己却把孩子送到美国学习 总之就是这些非常低劣的谣言 但是最让人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金正伟的抹黑行动 是统一时间统一话术 内网外网一起行动 大号发帖是小号转发带节奏 水军进行评论是推波助澜 雷哥问你一句 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你多少钱 生孩子没屁眼钱你都钻 好家伙你这命理缺德 人别缺德 缺德到最后都会假背大步返现给你 缺德恨国党们一回家 他媳妇跟戈壁老王头在床上带着 好家伙 缺德恨国党一出门 好我们那鸟围着他脑袋上转着圈子摔屎 缺德恨国党下鱼腿 咔子一个雷好家躺地上练摔搜疗法 黑正伟的这些反华狗逼们都是傻逼 你拿了美国NED的钱扭头就让车 咔给撞成植物人 你们缺德缺的脑袋都会长得变成宝可梦了 就决定是你了方方不如 不管内网还是外网 金灿荣教授咱们亲爱的郑伟同志 战斗力那是杠杠的 绝对的爱国知识分子了 也获得了大批粉丝的热爱 所以网友们都管他叫金正伟 金正伟怼公知的那战斗力 绝对是number one 比较著名的言论友 你们公知都是被豢养的 人格有缺陷 中国的公知根本没有未来 既不懂外国也不懂中国 动物室的愿望 自己觉得有思想了 却没有脑子 这都是金灿荣教授的金句 一通输出之后 还不忘了配合着他的标志性的群抄 而公知恨国党吃美国狗粮 这些傻逼玩意 只会在网上说 你儿子留学美国 你儿子留学美国 有点新花样 你们这钱挣的有点太不负责了 主子们给打狗粮的时候 记着三折 金正伟这个人 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的 1980年的时候 武汉高考的文科状元 当年就考入了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 92年他被调入了美国政策研究室 同年开始到美国访问学习 93年金正伟作为福特基金会的访问学者 第二次赴美学习 福特基金会同志们了解一下 这可是专门培养公知恨国党的机构 真是出于你而不然 绝对的表里如一的爱国者 而且凭借着金正伟超强的战斗力 公知被他喷的是一无是出 所以公知们恨他入股 抓住一切机会抹黑他 金正伟的战斗力就拿油管来说 像这么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你如果在油管上搜他的名字 肯定是大量的抹黑 对不起 你在油管上搜金灿荣 全是他自己的视频 以及各位网友搬运的视频 真的是正能量 对于公知们网上造谣说金教授 反美师工作赴美师生活的这种谣言 实际上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金教授的儿子可是在北京101念的高中 高考的状元考上了北大 读的是本科 本科毕业之后才到美国的波士顿读博士 毕业之后直接就回到了中国 先是在环球时报工作 后来到了中国社科院工作 他的新婚太太大致也是这么一个成长的轨迹 前几天金灿荣教授发了一个视频 是政委回家 也就是他回到武汉的一个Vlog 还在路边吃了热干面 其实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 其实他就是回武汉给儿子办婚礼的 婚礼现场一共就八桌人 以金正伟的身份 那可以算是相当的低调了 就这么根正苗红的人都被黑 现在的网军水平不行 你挑硬石头磕 你磕得动吗 比起十年前那真是差的太远了 美国的NED你们这些钱真的是白花了 还有十年前的招 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了 知道吗 他们这工作真的是不敬业 这节奏带的是莫名其妙 金正伟和他的儿子都是搞美国研究的 搞美国研究不去美国 我请问你去哪 难道去柬埔寨 再说人家已经回国好多年了 有什么可黑的 你黑得动吗 就这搞活 差评差评你们这种水平截图发给NED领狗粮必须得三折 在这帮砸碎的嘴里一提爱国你就必须得六根清净不能赚钱不能去外国留学也不能有外国的亲属不能喝可乐 玩游戏否则就是爱国贼 爱国就是庄党 对于这种人他们不是攻击爱国者他们只是想给自己的恨国找一个逻辑而已 前几天造谣胡锡进收入千万还在加大有个大胖儿子 现在又攻击金灿荣 这些废物真的是没什么材料了 公知们吃了几十年的中国米 甚至有的还享受着体制内的优越待遇 他们自己吃饭砸中国这口大锅倒是特别的来劲 跪舔美国的时候角度非常刁钻 那锁了的好点都出印了 比如著名的汉奸老不死的长得跟宝可梦一样的方方 他在一个关于美国的小朋友说杀光中国人的视频下面留言 说美国的小朋友说话真好玩 别当真 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叫嚣见到中国人就要开枪射杀的言论 方方一句话都不说 放心 这些疯狂的美国人不会因为你是反华恨国党就不对你开枪 赶紧找整容医生大火筷子医院捅主任给你整个容吧 咱们再来看看啊 公鸡金灿荣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啊就是那些老和尚文人了 这群人现在根本就不吃香 恨的不得了啊 对金正伟这种有流量 又对美国帝国主义套路以批判为主的人是恨的不行了 第二就是美国这些价值观的驯服者 这些人啊全身心的匍匐在美国对外宣传的变异价值观上 美国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的身体在中国但是心已经移民了 但是他们身体移不出去啊 在水平不行 美国没有一个移民项目能适合这些恨国党 哎有 这处口点这个肉啊估计行 这帮狗日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啊 美国啊就是天选之国 中国必须低头学习听美国骂你就行了啊 你还敢回嘴 大国竞争时代 中国居然有人不向美国低头 哎他们感觉到极其的不适应 第三类就是主力了这次的收钱干活了 这些收钱干活的人啊 他们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大批的携手工资以及水军都是寄生在美国颜色革命的这个体系里面呢 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司令部哎就在台湾省 金正伟这种对美国了解的非常深刻的人啊 变成被围攻的对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分析网上这波攻击金教授的行为很明显背后有组织有策划有幕后势力支持有人打钱 他们有针对性的对爱国人士进行定点抹黑 他们妄图通过搞臭金正伟打击爱国网民的士气 然后趁势而上继续唱衰中国这就是他们险恶的目的 美国搞意识形态的渗透啊发动舆论战当马前卒好家这都老颜色革命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金教授啊反对小孩子送到国外留学 动了那些中介机构的奶酪从而引发了围攻哎挺好的 你们不折腾政委我们也注意不到你们啊留学回来报校祖国有错吗 傻逼中介恨不得把小学生中学生都送出去 金正伟说一句这样不好就挡了你们的财路了 而且这些通稿还是在双十节发的哎 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你们台湾网军在后面也在干坏事呢啊 我就问一句你们台独狗逼啊 你们等得到王师登陆吗 只要你们敢反抗 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嗯一定非常的残酷而血腥哎呀害怕呀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喜欢雷哥视频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